感谢各位观看清华教学中心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就是 AI佐引人工智慧会读的应用 Application 那我们要 使用AI佐引的时候 我们要下一些关键词叫keyword 那下这些指令的时候 我们需要使用到英文的命令 例如 All-year painting 就是油画 Landerscape 就是风景化 那我们今天看到的第1个画面这个有没有 这个我们是也是用AI佐引做出来的 AI的意思就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是人工智慧 我们再看下一页next 好 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下的命令是 在左边这边有个promote 就是我们叫做 提示字眼 那这些影像的话 就是很像我们 异次元有没有 很像外胎 外胎空外胎星 那些的那个 生物的东西 我这边下来面是 Masterpiece 就是大师的节奏 然后 然后 Generate Art-Oak and Design Image 就叫它产生一些艺术作品 还有一些设计的影像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 下一个也是一样 在我们AI佐引里面 AI的那个人工智慧绘图里面 我们很少会看到两张是完全 一模一样的 那些Image 那些 图片 所以第1个 我们介绍的就是 一些艺术和设计 Art and Design 好第2个的话 我们是介绍的是 游戏开发 就是我们有一些游戏的场景 人物有没有 在这边的话 我们选的就是 Magic Forest 魔法森林 这个里面我们 继续看 那个是下一个 这边的话 在 我们Promo的这边有没有 我下面意思是说 Magic Forest with many kindest animals 我给它是里面有各种各样的 动物 第3个的话 我们再看下一个Negas 第3个的话 我们下命令是 那个Gordas Style 歌德斯的风格 然后Church with the North East Europe 就是 北欧的那些教堂 然后Tab with the Close 就是 在它的顶端 有十字架 你看它没有一张是完全一样的图 你看它没有一张是完全一样的图 什么呢 Galaxy 就是银河 然后银河里面有一些 分子结构 还有其他的科学 Model 然后我们再看那个下一个 这个是一样 就是我们说的 Natural Size 自然科学 再过来的话 我们要介绍的就是 Education 你看我们这边Promo的 那边有一个 Education Landscape的意思就是风景化 然后这边的话 可以create education material and learning resources 但是我们 可以 创造一些 教育的那个材料跟学习的资源 那这边我们看到都是一些 小朋友 然后 如何来种植这些 植入Plant 他们学习得很认真 下一个的话 我们再继续看 下一个 这个的话 我们就是 医疗保健 就是Health Care 那这里面的话 我们有看到里面好多那个 解剖图 就是我们一般身体里面 器官解剖图 还有其他的medical image 就是 医学的影像 好我们再看 Next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 这个是 我们 除了这几样里面 你可以随意你要做什么东西 那 这一类我们归 归列为 Others 其他的 你看到我这边 下了Promo的那个 提示示言的话 我们下来是 Acute Blue Eyes Steenage Girl 就一个 很可爱的那个 那个美少女 蓝眼睛的美少女 在 北欧 因为 北欧里面的话都是 我们说的蓝眼睛 闭眼睛 金髮的 这些 在下一个 Next 好这边的话 我多加一个那个指令 有没有 叫做 Wear人 Eloia Colom onhead 就是 在他头上有一个 黄光 我们在 Next下一个 这边的话 我们下的命令就下的 比较详细 我们现在 就是 这边有没有 在Promo的这边 我们现在是 一个可爱的蓝眼睛 跟少女 然后有光滑 柔软的皮肤 还有对称 柔和的 那个灯光 然后加detail face 就是 很细致的那个脸庞 还有那个concert art 就是 概念的艺术 还有digital painting 就是数位的 那个 绘画 look into the camera 就是对 自视的 相机 然后remote from image 就是 我们说的 让我们 把一些 排除 移除掉 我们不想要的一些 深层的那个图片 这个 第一个有没有 Agri 有没有 就是丑陋的 然后 pull joint hand 就是 画的不好的手 pull joint feat 画不好的脚 还有 pull joint face 画不好的脸庞 如果是 out of frame 也是 超出我们框架的 或是 etra limit 就是那个多余的那个肢体 不要 再来 disshue disshue deformed body 就是 如果 毁容 还有变形的 这些 感觉上 看起来不好的 有没有 我们都是把它 去掉 所以看出来 它比 前面 我们下的 指令如果越详细的话 有没有 它画出来的话 跟我们想要的 就比较接近 好 我们看nex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就是 我们再加一个 Wearing a royal crown on hair 我们把皇冠 加到它的那个 头发上面 那看出来的效果有没有 又更好 接下来 我们要 用AI 左影的那个 人工之类 绘图 来施作 那我们先看到 左边这个 Promote这边 提示字典里面 我们已经 输入一些 指令在里面 像左边有个 Landpiece Masterpiece Landscape Landpiece 然后Generate R-Ock And Design Images 我们目前看到这个影像 我们再按 Generate 就是让它再产生一次 你看到它没有一次是完全一样的 Colent这边我们当然是可以选择要一排还是一次显示四个 好 再来的话 我们这边的话 如果你按 Action这边有没有 所以它按 那个 左键 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这个是一样 这边也是可以 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 Action这边也可以 下载下来 如果按我们右边这边的话 就是把它放大 这一个是我们 艺术 与设计 Arc and Design 我们来继续看第2个 游戏开发的 游戏开发的话 我们选择的是 魔法森林 我们把那个Promote 这边我们再改一下 Winit这边我们要改成Node 我们要Generate 哦 各位大家看到了有没有 这里面就好多的动物有没有 而且 看起来 很漂亮 我们 再给它Generate 一次 因为它每次都是不一样的 你看到有 Levit Horse Deer 还有 Lion 还有那个 Bird 鸟的鸟类都有 再过来我们要看第3项的话就是 我们的建筑和室内设计 好我们把那个Promote这边 重新再把它 输入这个东西 我们输入的是 哥德式的那个Style 风格 还有 Church with North Yurop Tab with the Coast 然后我们把它Generate 我们看到了这个是教堂 有没有 我们再给它 Generate 一次 所以我们跟提示资源下的那个指令有关系那个Keyword有关系 再过来我们要介绍的是 自然科学Nature 我们把那个Promote这边再重新修改一下 好我们再Generate 一次 你看到的是,因为我们给它是Galaxy那个银河的 这些分子结构啊,还有那个 其他科学的那个model模型 那我们可以再给它general一次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 有没有 这些看起来那个分子结构的东西 再过来我们要介绍就是Education 教育 我们把promote这边再重新给它修改一次 好,现在我们选的是Education 然后我们再给它general一次 好,我们现在看到有那个小朋友 有没有,在种植一些植物有没有 很认真在学习 我们general一次 现在我们来介绍 我们第六个 叫做医疗保健的部分 就是 Aescale 好,我们再把promote提示资源 我们再给它修改一下 好,我们再general一次 好,现在你会看到我们那些解剖学 好,现在你会看到我们那些解剖学 人体 各种器官的解剖学 再general一次 最后我们要介绍的是那个 其他的部分 Others 就是 AI的那个左眼神工 绘图的应用不止这些东西 你想做 哪一种你想要的东西 只要命令 指令下的 正确的话,它都会产生你想要的东西 那现在我这边的话 下命令是一个 可爱的美少女 而且是在北欧里面 然后 威尔琳 A royal crown on hair 就是 他的头顶 头发上面有黄光 你现在看到这个有没有 你现在看到这个有没有 我们再general一次 现在我们看到了 我们再来 我们再来 给它更详细的描述一下 我们Promo的这边,我们要给它修改 修改的更 更 更详细一点 好,这边的话 我们修改的话 Promo的这边,我们修改是 一个可爱的 男眼睛的那个 美少女 美少女 然后 光滑柔软的皮肤 还有对称柔和的灯光 还有细致的 那个脸庞 还有概念的艺术 还有数位的绘画 画面 然后是 Look into camera 就是看着相机 除这个以外,我们另外有一个地方,我们要想要修改 这个地方有一个 Promo的下面有一个叫 Remote 从Image 就是我们把它打开一下 我们 上面Promo提示是 这些东西 可是我们下面这边,有没有 是等于它的相反的部分 相反部分的话,就是 第一个字有没有 Ugly 画得很丑的 或是 Pol 左 and 就是画了不好的手 或Pol 左 wit 画了不好的那个 角 或是 画了不好的那个 眼 还有 画到框外的 那个字 还有 Extra Lim 就是多余的四字那个字 还有 Dishugar 就是 它是毁容的 不是 Disformer 是变形的 就是我们把一些 不好的东西把它排除掉 那我们再 Generate 一次 现在看到 看到这个 有没有 这不是 比我们刚才描述的那个 有没有 因为 我们描述的更细致 更详细 有没有 它出来的图画就越 越接近我们想要的东西 我们在 Generate 再产生一次 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把它下载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想 给它多一个命令就是说 让它有没有 在 因为 卫尔林 那个 Blue Glashes 就是我们 再给它说 带一个那个 蓝色的眼镜 那我们看它出来是怎么样 你现在看到它每一个都在 蓝色的镜框 蓝色的眼镜 那我们 在最后一个 这是我们要介绍的 Image ToImage 这个的话 我们准备的是 如果你准备图片 来做 一些修改 那我们按加号这边进来 我们现在来选择一些 图片 我选择这一个 这个 这一个 好 这个它本来 那个 它 Oligon Oligon 就是 这个黑色头 头发 我们给它按这个 Add Mask 加一个遮罩下去 按下去 那遮罩的话 我们可以把头发 改成我们想要的那个头发 可是我现在从这个地方 把它塗一塗 如果你 上传自己的下面 你要让它 把你原来黑色的头发 改成 这个什么 紫色的 Purple Pink 有没有 粉红色的都可以 我们现在把头发部分 有没有 用遮罩 Mask 有没有 把它涂一涂 受育 拨 识 掌 说 明白 昆 乙 发 我们大概把头发部分有没有,大约的把它用一个mask把它制造 然后这边有没有,我们就可以给它下个指定有没有,我们写Change 那个Hair,Color,头发颜色有没有,Tool,Purple,让它变紫色的,那我们现在按General 好,我们有看到它的头发已经变了紫色有没有,那假设说我们希望它有没有,再变成那个Pink就是粉红色好了 好,它现在变的是粉红色 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感谢各位观看,Thank you so much